你們可以聊天啊 不用那麼安靜 這不是EasyFy 我不會趕你們出去的 這首歌我一定要講一下 請問一下台下有幾個人啊 很多人齁 86千個 86千個 我聽說我公公婆婆有啦 你們舉手一下好不好 你在哪裡 我的公公婆婆在哪裡 沒有舉手 我不敢舉 因為他 還羞啦 對啦 沒有關係 好 你們先講話 我先喝個水 可以嗎 讓我輕鬆一點好不好 這邊不是國家劇院 可以大聲一點 這是戶外 在鐵花村唱歌真的很舒服 真的嗎 你們喜不喜歡鐵花村 喜歡 那請你們寫些意見 常常每個月叫我回來好不好 那我們都不排我每個月啊 是不是 不是 我都不能帶我小朋友來看我的公公婆婆 沒有啦 工作越來越多了 他們即將也要幫我帶小孩了 是這樣 這是我的好事 也是他們的好事 為什麼 因為他們太想他了 好啦 我們先講話 先讓我喝個水 好 我們再一次表演個水 大家聊天嘛 不過要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進來的時候 其實有看到我們右邊有一些穿 穿祖服的一些漂亮的妹妹 有沒有看到 有齁 我知道大家都今天最主要是來看他們表演才來的嘛 你們有壓力 沒有 等一下齁 等一下那個 因為最主要是 他們是來自於Pyuma部落的一群青年 那他們待會兒呢 會為大家帶來十分鐘的表演 雖然很短 不過他們很用心的在做練習 然後最主要是 他們希望能夠透過這個平台 然後透過這個機會 希望能夠傳達 他們部落 就是 什麼他們部落 那個是我的部落啊 沒有啦 就是 我們部落的孩子 他們要做就是所謂的 什麼東西啊 什麼 那個成長營 成長營 成長營 成長營的一個就是 對 有點像 跟文化有關係的 好像有點類似夏令營 因為我沒有參加過 我不知道他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就是悲男主 是不是悲男主 等一下你們要介紹一下 你要介紹一下 你都給我插話 我不要講 你不是叫我講話 阿對啦 好你講 對 好那最主要是 待會兒他們會上來表演 然後 我們 我們就趕快叫小君 趕快唱一唱 趕快下去 好 好啦 我們接下來第三首歌 第三首歌 這首歌呢 是 以前阿嬤教我的 第一首歌曲 叫做《謠電話靈》 那這首歌 我也非常地 想念我的阿嬤 我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想念的都是他 因為其實我在 我十六歲就到台北工作 然後做喜同妹 還有做美容助理啊 賣咖啡的 我都有做 哇十六歲 三十多年前 沒有 沒有 有幾歲 沒有 不是三十多年 然後到台北去的時候 阿嬤栽培我 然後他也是 因為覺得 我比較聽他的話 所以阿嬤有很多東西都會教我 這樣子 然後在外面受一些委屈的時候啊 打電話回家 就聽到阿嬤聲音的時候 我就開始哽咽 我就沒有辦法講話 就一直 就在那個電話停這樣子 一直 這樣子 然後 他說 好 你哭 你哭完的時候 你再慢慢講 你慢慢講 阿嬤聽這樣 可是問題是 我沒有錢啊 因為那個公共電話一直掉 一直掉嘛 有沒有什麼錢 我就一直在那邊哭哭哭 阿嬤就一直聽我哭這樣 然後 因為 受到欺負嘛 因為團體生活一定是有小圈圈嘛 是不是 有人要撿我睫毛啊 叫我去刷廁所啦 不給我床睡 我就一直罰讚 因為這種 這種霸凌的東西 我 我自己當然都有 我 我當然是有 經歷過 所以 我打電話回去聽阿嬤的聲音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想要回家 這樣子 然後這時候咬電話鈴 他是在講說 其實 他是在講說 日據時代 我們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光復以後 日本人就回日本 然後 那時候 我們部落有一個小姐 就愛上了這個 日本級的男子 然後 因為 他要回日本了 然後他們兩個很相愛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在一起 那村子裡面 只有一句電話 他是用咬的 然後他就說 我到日本的時候 我會 要電話給你 這樣 然後這個 這個 南網的姑娘 就每次就在村長的那個 門口阿 水溝外面阿 就一直每天在那邊等她的電話 因為去日本的船要很久 有一天突然打電話來了 然後 可是 她聽到她的聲音 她也聽到她的聲音 就兩個人就一直在哭泣 一直哭一直哭 可是這個哭泣裡面已經代表 她們所有的思念 就像我跟我的阿嬤打電話 一樣的那個感覺 所以 咬電話裡會讓我想起我的阿嬤 這樣子 然後 小時候她離開過我們 就是去台北打拼 為了家裡的工作 家裡沒有電話 寫信回來 就說 跟我媽媽講說要 用錄音機錄 我跟姊姊的聲音 那時候家家還沒有出生 然後 錄我跟大姊的聲音 那時候姊姊七歲五歲 然後我不懂事 我以為 錄音機跟阿嬤講話 那個錄音機就是阿嬤在那個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 阿嬤為什麼都不講話 我就一直哭咽 我就一直call那個錄音機說 阿嬤妳為什麼都不講話 所以我CD 第一張CD裡面那個搖電話鈴 有兩個小女孩的聲音 她不是男孩的好 她就是我跟我姐姐的 真實的那個時候的錄音 那是很正規的聲音 然後阿嬤聽到我們很想念她的聲音 當天晚上受不了 就打包行李 坐火車回來 我們的部落 然後再也都沒有出去工作 都在家裡做傳統的服飾這樣子 故事講完了我繼續唱歌 好 感谢观看